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康 歡迎加入今天的帶風向 你怎麼帶風向呢 好 風往南邊吹嘛 往台北吹 尖閣太久沒來囉 忘了風向哪裡帶 那我們今天呢 先來介紹一下第一次來的好朋友 我們的高雄市議員 黃紹廷 大家好 我是紹廷從高雄來的 不是黃建廷 黃建廷是不是你哥哥 完全不是 會不會代表國民黨出來補選 那個是派報的 派報 工房很 其實是黃紹廷自己要補選 可能自打錯了 不過這個禮拜當然很熱門的議題 我們帶風向還是要來吹這個韓風 到底這個韓市長現在 這個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我先來請教他不打不相識的好朋友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堅哥來告訴我們一下 到底韓市長 我看他這禮拜專心示政 而且打不換手 罵不換口 然後他說他也不想要再去激起什麼對立 還要礙語包容 你覺得這一步這樣會過嗎 他如果一開始就打定這樣子 其實很多人好朋友 包括少廷議員 包括像我們雖然跟他不同黨 可是我們大家在媒體上也都良心建議他 就是說你用正確的態度 面對市民永遠要謙卑柔弱 那就是專心你的市政 對所有要罷免你的批評攻擊 你通通通就是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你去做你的就對了 結果韓國瑜一開始有稍微聽進去 可是黎明他這個人個性就是 那他也沒多久就出來回應了 包括他的團隊 所以你看大家好意要勸他的 要正義啦 他只要教他 所以他後來就又轉換成強硬方式對抗 一方面去法律提訴訟 二方面又去拆這些罷函的看板 要警察介入啦 要教育局不要借投票場所等等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韓國瑜一開始到現在為止 那來面對罷函的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他處置失當 進退失據 對這變成也不是以前我們 看到認識到的韓國瑜 以前我們雖然工作崗位上 職責的必要 那互相有對立 那有在很尖銳的批評他 質詢他 是流氓當家黑道治國嗎 南北蔡蟲一起串聯 就是這麼簡單 那就請中央去抓 八個字 請中央出面去抓 可是至少我那時候看到的韓國瑜 比較就是前陸一致 表理如一 那可能當上高雄市長 市長這個寶座 可能就會讓人家 欸 我不曉得 你看他現在對那個位置 對高雄市長的寶座 好像就是說很在意 那很在意的時候 你就不能很清心的去 來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沒有揮灑自如 那邵林哥你怎麼看 我回到剛剛世間議員所講的 其實韓國瑜還是韓國瑜 韓國瑜還是當時他在北農那個時候的韓國瑜 他這個人啊 人家在說 眷村出來的孩子是怎麼樣 就是那種 綜藝氣 講話說到做到 就是韓國瑜的個性 所以你回到他 從去選高雄市長 然後當選 到現在一年多以來 我說真的 當然他面臨到這個禮拜六是一個政治危機 是大家都毋庸置疑的 他這段時間其實他 對於八美他只做了一個動作 大家都知道 就是提出了這個停止執行 還有後面的再度的上訴 那其實這一點也不是幫他講話 只是還原一下他的想法而已 他會提這個停止執行很簡單 因為畢竟他要請司法去 不要說釐清啊 要判決到底在當選之後 就馬上進行這樣的一個連署罷免 這樣的一個動作 到底有沒有違法 我相信過去從來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發生 那韓國瑜他純粹是站在說 這個不是為他自己的一個問題而已 因為法律是定在那裡是定死的 但是法條怎麼去解釋 司法怎麼判定 我覺得這個讓歷史一定要留下一個紀錄 柯文哲不是有幫他講話 結果柯文哲還被罵 這個柯文哲講的 還是沒有司法單位講的 來的那麼樣的歷史性的一個定位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也是支持市長 那你現在包掛說大家也開玩笑了 一座 他要回來做北農董事長嗎 如果不信 我個人是覺得說 那這是一個玩笑話 還有說他要做副市長 柯韓合體 將所有的柯粉 韓粉會合一 哇 那台北市 這家台北市就老了 不過導致柯文哲 我是覺得 真的如果韓國瑜被罷掉 那這個沒有韓國瑜的柯文哲 那會像海水退去一樣 那沒穿那一褲馬上被看到 你看他就穩居六都 而且二十三縣市首長 會穩居最後一名啦 你看這一次喔 兩個禮拜前公佈的那個 那個縣市長名叫就是這樣 兩個禮拜前 因為韓國瑜都不能公佈啊 那結果公佈出來你看 柯文哲本來喔 前兩次他還會倒數第二 他還有韓國瑜墊底 那結果 所以現在最需要 最需要韓國瑜的變成是柯文哲 那如果沒有罷免 這次韓國瑜還贏柯文哲 我在想說 所以難怪他那一天會發表 就是他在聲援韓國瑜 那不然你早就該聲援了嘛 罷免啊 是市民喜不喜歡你 信不信任你 那這是政治問題耶 你怎麼會用法律來解決呢 就人家喜不喜歡我 人家信不信任我 我這個怎麼可以用法律說 來提告來阻止這個事情呢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那個 他那個邏輯的判斷有誤 可能就是說他身邊那些鷹派的 那些勇武派的 那這剩鴿派 對對對 因為我才會跟我一起聽 和平 和平 他要是一開始就聽那個 少庭議員的話 不會 不至於此 不過現在有個解方啦 我是覺得6月6號之後 四個字 還是六個字 我是先建議說 少庭議員以他跟韓國瑜 這個交情之深 他也對高雄市政的了解之透徹 我覺得他可以擔任 韓國瑜的繼承者 他可以來參與補選高雄市長 這個鐵坑好大 會掉進去 不過國民黨這麼大的黨 我相信啦 因為現在包括黨中央江主席也講 現在這次要冷處理 當然是拍了一些影片 大家來相挺啦 是 這個意氣還是要做到 但國民黨不能沒有準備啊 會假二三十年後 國民黨重回高雄 這次又放棄了 當然沒有放棄了 有準備嗎 你怎麼開始準備了 你負責已經選到高雄了 沒錯 因為就是高雄市民 我們現在是全力準備 6月6號不要被罷免掉 我們在全力準備這個 有個副案萬一 這個 沒有萬一只有一萬 但是我要先回到 剛剛我們那個世界議員所講的 其實沒有錯啦 罷免的確它是一個政治事件 即使政治事件當然也是一個司法事件 那韓國瑜把這個司法事件 放在一個相同重要的一個位置上 所以他希望我們的司法 能夠好好的來把它下一個定論 到底這樣子一個做法 是不是算是有違法 如果沒有我們也是尊重 我覺得真的 就讓高雄市民自己好好的決定 你要不要讓韓國瑜的團隊 繼續在高雄把剩下的兩年七個月 把它執政完 OK 韓國瑜我剛剛聽邵廷議員這樣講 確實我心裡感觸滿深啊 我送韓國瑜六個字來 各位觀眾 提得起 放得下 我們人生後短短幾十年 應該留下瀟灑的聖遺 不管你能不能守住高雄市長這個位置 我比喻說韓國瑜就像一個天燈 就是社會上很多人 把種種的希望救贖 種種的不如意把大家的希望放在那上面 然後點了火 看天燈藍藍升起 那其實我們會去點天燈 我們也很清楚 其實天燈能飛多遠 我們大概也知道 它可能待會兒就飛到一個 你看不到的樹叢 那就要摔下去了 天燈就是代表個希望救贖 韓國瑜這次摔得太快了 大家點了火你才剛藍藍升起 這次就公然了 就在大家面前摔下來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覺得就是 他在他寒流升起全上市長之後 確實他的努力還不夠 其實我是把韓國瑜比喻做一個火箭 他是一個很溫暖全力以赴的人 韓國瑜你給他六個字 就是我送他罷免 我講他這個字罷免 他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這大家都是倒背如柳這句話 其實我發現這個禮拜整個在高雄 這個罷免的氛圍有在轉 你知道齁 就是因為很多高雄市民朋友發現說 稅真的退快了 而且下過雨的路 感覺起來又更加的頻 更加的量 讓高雄人覺得說 這的確是過去20年 好像沒有的經驗齁 是 6月6號的投票 高雄人會用他的智慧 投出一個他認為該有的決定 OK 好啦 我們今天聽完兩位齁 整個6月6號結束之後 下禮拜好不好 我們繼續跟著大家一起來 帶風向 好